相信大家平常在生活中呢都有使用过音乐播放器来听一些喜欢的歌曲 或者是视频播放器看一些喜欢的电视剧电影等等 那么在小程序里呢我们也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 小程序呢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类媒体组件 这类媒体组件里面包含了六个媒体组件 分别是audio表示我们的音频组件 video是我们的视频组件 camera是我们系统的相机组件 image是一个图片的组件 live player指的是一个实时播放的组件 那么live poster表示的是一个实时录制的组件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组件是如何使用的 首先我们来看媒体类组件的第一个音频组件 音频组件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属性还是比较多的 首先是ID属性 它作为音频组件的一个唯一标识符 那么src属性呢表明了我们要播放音频的一个播放地址 loop属性呢是用来设置我们所播放的音频是否是循环播放 controls属性呢表明我们是否显示音频组件的一个默认空间 poster属性呢对应的是一个图片资源的地址 那么这个图片资源指的就是我们音频的一个封面 那么如果我们的controls设置为false的话 那么poster它是无效的 那么name呢指的是我们默认空间的一个音频名称 offer呢代表了我们默认空间上的一个作者名称 那么这两个都是依赖于我们controls属性设置为tru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通过ban的属性来绑定五个事件 第一个事件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ban error事件 当我们音频在播放时出现错误呢 它就会触发这个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它触发事件的时候给我们返回的一个错误码 错误码为1呢表示我们所获取的资源被用户禁止了 错误码为2呢表示我们所播放的一个音频 它出现了网络错误 错误码为3呢表示音频它出现了解码 错误码为4呢表示我们所播放的音频资源是一个不合适的资源 那么band play呢指的是我们开始播放时的一个事件 band pause呢指的是我们音频在停止播放时出发的一个事件 band time update这个事件呢表示我们音频在播放的时候 它的实施进度的一个事件 band ended这个事件呢表示了我们 音频在播放结束时会触发这么一个事件 那么我们一起通过实例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使用用法 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左边的vxml文件内 我们引用了这么一个音频组件 然后我们通过给它设置了一些属性 来控制它的一个表现可以看到我们首先给它设置了一个style属性 表示它的文本的对齐方式是靠左对齐 那么src属性呢我们是绑定了一个对象的src变量poster属性内幕属性 author属性我们都是通过在data对象里面的current对象来给它去动态绑定的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给它绑定的一个初始值src呢我们是直接引用了一个mp3的地址poster呢我们也是直接引用了一个线上的地址 内幕呢我们给它设置的是许葳他的这个作品的一个对应名称 author呢指的是作者它的一个名字 在audio组件里面呢我们去开启了它的一个controls属性 那么如果关掉这个controls属性呢我们可以看到poster,name,author这三个属性它的设置都无效了 在这里呢我们给它绑定了三个事件 分别是play,pause和timeupdate的事件 我们对它每个事件的所传入的事件对象进行了一个控制台的打印 这里我们点击播放可以看到它触发了一个播放的事件 那么在音频实施播放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又触发了timeupdate的这个进度改变的一个事件 这里的detail对象里面呢有我们的一个当前时间以及dioration的一个延迟 那么这个呢就是audio组件的一个基本用法